1946年3月 国共之间正在为东北停战展开谈判 3月25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局负责人 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 但执行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 还需若干时日 因此 你们至少还需近一二个星期 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 才能实际达到停战 在此时间内 丸方会拼命进攻 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 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 不惜重大牺牲 保卫战略要地 特别保卫北满 此时 重庆谈判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延安要求坚决保卫四平 不仅是为了以四平之战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 而且还要在四平一线将国军的攻势彻底遏制 以期达到国军占领沈阳以南 我军占领长春 哈尔滨以北 从而平分东北的目的 能否保卫北满 四平的得失就极为重要 3月26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应宣布四平为八路军 新四军或民主联军所占领 我东北三省政府应正式执行职务 在两方尚未停战前应如此处理 才能打击完方的威风 提高我方的声势 也只有如此处理 才能逼使国民党不得不和我们和平合作 如不敢承认我军占领四平 则表示我军软弱 对和平不会有益 现应用一切努力保障四平在我手 林彪喊出了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决心 但压力却空前之大 3月27日 已近战开源的国民党新邀军 辖三个师继续沿中长铁路向北推进 国民党第71军的两个师盐法库 康平向八面城推进 3月28日 军事三人小组达成 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 决定立即组成执行小组 前往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 三天后 国军队破坏东北停战协议 分四路进犯营口 海城 安山 本溪 四平等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将主力集结于四平以南 铁岭以北的中长铁路两侧地区寻求战机 在运动防御中打击国军 四平市区防御 由保安第一旅旅长马仁星指挥 部署两个团 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守卫铁路以西 第七纵队第五十六团守卫铁路以东 战役过程 4月7日 国民党先妖军第三巴师 进至四平与仓途的兴隆岭柳条沟兴龙泉地区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 乘北进的国军兵力逐渐分散之际 抓住战机 于4月8日在仓途以北兴龙泉一带 为奸进至该地的国民党新腰军第三巴师四个连 4月15日 又迅速集中14个团的兵力 在四平西南大蛙地区 分割包围了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第八七师 击战一昼夜 歼灭其一个团 击溃两个团 郑洞国以新腰军三灵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 以新三巴师进攻老四平 从左翼侧后迂回保卫四平 在这个有正有期的攻击中 郑还从左翼的新三巴师左翼 又派出七一军攻击八面城 不但是对四平再做了一个大迂回 甚至还可以直出长春 林彪本人就非常重视迂回进攻 现在对手不但使出迂回进攻 还用了两支部队 同时在我四平右翼做迂回 这两支迂回部队都很要命 新三巴师从老四平迂回 一旦成功将可以直切我四平后方 切断后方 而七一军从八面城迂回 不但可以直接侧应四平作战 甚至可以直出长春 而共方在谈判桌上的目的 正是严四平一线固守 共军战四平以北的长春哈尔滨 国军战四平以南的沈阳河南满 实现南北对峙 长春如果丢了 共军拼命保卫的四平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而此时 防守四平城的只有七纵五六团和保妖 吕保妖团 主力已经撤出四平 在北边待机 4月17日 国民党新一军第七十一军逼近四平 并形成对四平的弧形包围 从4月18日起 国军从南面、西南、西北三方面向四平进行了猛烈的包围进攻 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 东北民主联军守成部队经连日英勇顽强作战 击退了国军的进攻 巩固了四平阵地 当时的延安下令死守四平以待停战到来 延安发出了一系列让东北各不坚守的电报 4月26日 延安来电 争取时间 以待停战到来 停战时机已不再远 头日 延安来电 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 有停战的可能 忘加强四平守备兵力 鼓励坚守 错敌锐气 争取时间 4月29日 延安来电 停战协议之签订为期 四步甚远 望我东北全军努力奋斗 克服困难 争取胜利 同日 延安又电 东北停战协议可能于两三日内签订 忘努力奋斗 不要松懈 4月30日 延安电报 时局正在变化 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议 那句著名的口号 华四平为马德里也是这个时期 4月27日所提出的 当然 在当时的环境中 提出这个口号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5月上旬 由关内增援的国军已到东北 由南满地区北调的新六军和第七一军第八八师 已到达四平以南地区 至此 四平地区的国军已达十个整师 为此 东北民主联军吉令东满 南满 西满 北满各军区的主力火速赶赴四平参战 市区的守军由原来的两个团增加至五个团 参加整个四平保卫战的总兵力已达十四个师 旅十五万人 占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此时廖廖相率新六军加入了战场 正面抗击新一军 七一军可谓尚且平手 但是现在再加上新六军 对手三剑齐发 林彪已经无计可施了 5月15日浮晓 国军新六军 新一军 第七十一军分东 南 西三个方向 在飞机及猛烈炮火的掩护下 向四平再次发动猛烈进攻 5月17日 国军集中强大火力 向四平东南十公里的塔子山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58团 第1营浴血奋战 连续打退敌人12次冲锋 后因伤亡过大 改由西满军区第三师第七旅第19团防守 18日浮晓 国军再次向塔子山发动猛攻 第19团虽然打退了国军的一次又一次冲锋 但中因伤亡过大 阵地失守 当天晚上 国军占领四平东南的哈佛 使东北民主联军四平防御处于不利态势 至此 四平保卫战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为防止全军覆没 林彪被迫下令从四平撤退 至19日天明时 共军已经撤离城市外25公里 直到19日下午1点 国军占领四平 持续越余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战役影响 共军自己认为 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 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军1.6万人 不但使国军企图占领四平的时间 迟滞了40余天 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赢得了时间 同时锻炼了部队 促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由过去的分散游击作战 向阵地战大兵团作战的转变 而且使全党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贾和平真内战的面目 彻底打掉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和平幻想 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内战做了思想准备 但实际上 在整个四平保卫战中 共军伤亡总数达8000人以上 遭受入关以后第一次重大伤亡 元气大伤 特别是许多老兵战斗骨干伤亡甚多 黄克城的37个旅 原为井冈山老部队 四平撤退之后只有3000余人 万亿的三个师原有13000人 在四平撤退之后只有5000人 完全失去战斗力 事后 郁闷的林彪在指挥所掀了作战处长的桌子 他总结反思了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点就是和平空气是最害人的 第二点是低估了全美卸装备的国军 新六军的加入不仅让我军反击计划泡汤 其快速突破三纵防线还打破了均衡 直接导致了四平失败 所幸 林彪及时组织了撤退 保存了有声力量 四平之后 共军彻底认清了形势 改组了东北最高机关东北局 以林彪代替彭真作为书记 将东北大权给予一身 两年后 这些当时和林彪一起从四平败走的弱小各路部队 成长壮大为共军的王牌部队 从松花江卷土重来